第554章野猪群 它和谷月都是林海静的精神力 精神感知非常强 至少直径百米范围内有什么风吹草动 都会第一时间感受到 谷月一抬手 两团轻光附注在二人身上 令他们的身体变得轻盈起来 唐武林感受到 它似乎恢复了正常 这才放松几分 如果计算到明天早上的话 我们大约有15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在森林台内闯荡 咱们加快点速度吧 到深处去看看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普通魂兽是不足以威胁到他们的 唐武林这次进来 没想过要让自己的魂环生灵多少 主要是为了找一些强大的魂兽 发泄一下 精神力联系住身边的植物 它的感知顿时随之增强了许多 在专属修炼的苦修这半年多 魂力虽然提升速度不太理想 但唐武林和植物之间的联系 明显变得紧密了许多 它更能让自己 融入到蓝蚓草的感觉之中 去感受着远方的一切 远远的 一点淡淡的光芒在空气中闪耀 唐武林迅速靠近 一步跨出就已经腾越而起 那一点光芒瞬间收缩 须与远离 好像是只小鸟 唐武林从空中落下 向古月说道 对于弱小的魂兽 它并没有猎杀的心思 当下加快脚步 继续深入 突然间 前方传来低沉的轰鸣声 声音宛如闷雷一般 但却似乎是在较为遥远的地方 唐武林单膝跪倒 将自己的耳朵 紧贴在地面上的蓝蚓草之上 默默凝声感受 恐惧 它感受到的是 远处蓝蚓草传来的恐惧情绪 似乎是兽群 我们先上述 唐武林毫不犹豫的 向身边的古月说道 他快步来到古月身边 右手探出 拖在古月夜下 带着他猛然纵悦而起 借助鬼影迷宗布 脚尖在树干上一点 带助他再次借力 就已经登上了一根粗壮的树枝 古月已靠在树干上 唐武林伸手抓住更高处的树枝 稳定住自己的身体 听这声音的变化 似乎是朝着咱们这边来的 规模不小啊 唐武林眉头微皱 这种低沉的梦想 首先应该是兽群 其次 应该是体积相当庞大的浑兽才对 否则 无法发出这么剧烈的声音 果然 声音越来越近了 距离越近 那声音也就越是轰鸣 唐武林脸色微微变化 这是什么兽群 怎么动静这么大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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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的轰鸣 令整个大森林 彭腹都剧烈的震荡柱 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压迫力 唐武林脸上流露出一丝骇然 眉头紧锁 眼中紫翼闪过 透过树冠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眺望 很快 他的脸色变了 不好 恐怕有麻烦了 是金刚野猪群 金刚野猪 群居类浑瘦 疯狂状态下的野猪 甚至比狮虎还要可怕 金刚野猪体型庞大 头部坚硬如钢铁 三双獠 猪牙如同铲子一般 前段风锐无比 狂奔起来 具有超强的冲撞力 就算是一些实力非常强大的魂兽 也不愿意正面承受它们的冲击 那真是千军之势 金刚野猪的猪牙 是非常好的材质 坚硬 致密 适合用来雕刻 所以 在上古时期 这种魂兽灭绝得非常早 而在生灵台内 却完美地将它们呈现了出来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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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不再只是野猪狂奔堕堕的声音 更有着一棵棵大树倒地的声音 成年金刚野猪 重达两吨 身长超过五米 高两米 急速狂奔起来 正面的冲撞力 可想而知 普通的树木 根本无法阻挡它们前进的步伐 唐武林 扭头看了一眼 自己和古月 此时所在的大树 顿时暗角不好 这猪看上去 不过百年树林的大树 恐怕 才想到这里 金刚野猪群 已经静了 远处 一株株大树纷纷倒地 野猪群身上的兴起 扑面而来 藏武林看到 为首一只金刚野猪 身体极为硕大 通体毛发 呈现出青黑色 猪毛宛如钢针一般根根树立 比普通成年金刚野猪 要大了一倍 所国之处 一株株大树 纷纷被撞倒 这运气 也太差了吧 才进入终极生灵台 就遇到了这种大麻烦 古月 小心了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 下面的野猪 不要撞到他们这边来 但是 运气显然没有站在他们这边 眼看着 为首那头硕大的野猪 狂奔方向 正是他们这边 哄 大树根本承受不住 金刚野猪的撞击 轰然倒塌 荧光一闪 古月带着唐武林 已经瞬移到了半空之中 但距离旁边的大树 还有一点差距 没法直接瞬移过去 待人的话 古月的瞬移距离会受到影响 两根蓝蚓草及时甩出唐武林上升攻起 把古月背在背上 用力一拉蓝蚓草 凭极柱强大的拉扯力 把两人送向了另外一株大树 但就在这时 它刚刚缠绕的大树 也被其他野猪冲撞 同样是朝着地面道去 越是在危机时刻 唐武林就越是能够保持清醒 双手用力一甩 凭极柱蓝蚓草的震荡力 将自己送入空中 身在半空 它再次将蓝蚓草释放出来 缠绕向另一侧的大树 一棵棵大树不断被野猪群撞倒 唐武林就凭挤住蓝蚓草的牵引 背着古月在树林中不断地转变方向 蓝蚓草的缠绕效果 在这个时候被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就是控制着不让自己和古月落下去 古月浮在唐武林背后 双手紧紧地搂住她的脖子 一双长腿弹绕在她腰间 两人身体紧密贴合 她能够清晰地听到唐武林稳定而强健的心跳声 她分明并没有因为眼前的局面而失去冷静 沉稳地应对住眼前的一切危机 那种安全感令古月下意识地歪过头 把自己的面颊贴在她的颈尖处 闭上双眼 身边是呼啸而过的风声 身前是那暖热而充满安全感的身体 她脸上的冰冷和先前的抑郁似乎全都消失了 一抹淡淡的微笑随之浮现在面颊之上 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早 无论怎样 先享受所有的一切吧 喂 你清点好不好 快勒死我了 唐武林抱怨的声音响起 原来 不知不觉间 古月收紧了 搂住她的手臂 她敢忙放松一些 我这点小力气 还能勒死你 唐武林一拉蓝音草 再次改变了方向 带着两人腾空而起 此时的她 只觉得自己如同猿猴一般 在树林中纵横腾膜 倒是也有几分畅爽的感觉 不禁笑道 我是脆弱的小鲜肉 你要保护我 才对古月清脆一声 在她肩膀上捶了一下 总算 下面的金刚野猪群跑过去了 所过之处 一片狼藉 唐武林最后一拉蓝音草 把两人送入空中 脚尖在前方树干处借力腾月 再次落下时 已经直奔地面坠去 空间唐武林向古月说道 这个时候 只要古月带助她一个空间传送 立刻就能化解充实 可谁知道 古月却根本没有施展的意思 只是搂紧了她的身体 第555章恐怖 霸王龙 喂 唐武林惊呼一声 地面已经到了 无奈之下 她在双脚落地的一瞬间 带着古月瞬间翻滚过去 她的身体力量何等强大 双脚落地时 就化解了超过七成的充实 带着古月在地面上一阵翻滚 柔软的草地卸掉力量 足足翻滚几周 两人才倒在地上 算是彻底化解了充实 唐武林 躺在兰茵草上 满脸都是无奈 古月就躺在她身边 脸上却是笑盈盈的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太不正常了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道 古月笑盈盈的道 女孩子每个月都有那几天吗 理解万岁哪几天 唐武林转过身 看向古月 看到她脸上的笑容 不禁愣了愣 就是那几天 一抹红韵 飞上古月的面颊 没懂唐武林傻傻地问道 你不需要懂 古月没好气地说道 唐武林疑惑地看住她 咱们还能不能继续了 不能的话 索性就退出去吧 你都不配合我 这种感觉好差 古月白了她一眼 好了 不跟你闹了 正在这时 他们突然感觉到 原本晴朗的天空 突然变得阴暗了下来 下意识地转头 向空中看去 下一瞬 两人同时骇然 那是一个巨大的头颅 她正低着头 一双宛如水缸般的大眼睛 正疑惑地看住地面 这对渺小的人类 这是什么玩意儿 唐武林毫不犹豫地 一拉古月 翻身就跳了起来 因为大量的树木 被金刚蚁猪群撞倒 并没有太多的遮蔽 他们能够清楚地看清 这个庞然大物的整个形象 那是一只巨大的怪物 身高超过60米 身形之庞大 宛如一座小山一般 全身 是厚重的灰黑色灵甲 每一块都呈现出 不规则的形状 巨大的头颅 几乎占据了整个身体的四分之一 一双巨眸中 带着几分疑惑 看住面前 这对对她来说 十分渺小的人类 粗壮的尾巴 拖在身后 大嘴微张 那巨大的口气 足以轻松吞下 先前最大的那头金刚野猪 唐武林暗骂自己 怎么连基本的判断力都没有了 能让金刚野猪群 疯狂逃命的家伙 在这大森林之中 一定不是什么好相遇的存在 眼前这巨大的怪物 巨口之中 那崴如利刃的森白牙齿上 还带着鲜血 显然是刚刚猎杀过什么 吼 怪兽猛地张开嘴 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 巨大的声浪 竟然化为恐怖音波 直接将唐武林和谷月 吹飞了出去 好强 这根本无法判断对方是多少年 曾刺的魂兽 在唐武林的记忆中 也似乎并没有这种魂兽存在 霸王龙 亚龙众之王谷月的声音 在唐武林耳中响起 同时荧光一闪 两人已经凭空消失 再次出现时 在一片倒地的大树旁边 唐武林低声道 你确定 这家伙是亚龙众 我确定 没想到在生灵胎中 还有这种存在 霸王龙其实在上古时期 就已经灭亡了才对 所以我们现在学的课本里面 并没有对他的介绍 我还是在传灵塔的图书馆 看到过相应介绍 成年霸王龙 是足以和巨龙媲美的存在 这句我看足有万年修为 但就算一般的十万年魂兽 也未必会比他强 这下我们麻烦可大了 他的嗅觉 极其敏感 殊死一搏吧 如果我的血脉 影响不了他的话 你就直接脱离战场吧 一边说着 唐武林 阴暗身边树干 猛的腾空而起 因为他已经清楚地感觉到 那霸王龙在接近 如此庞大的生物 走起路来 居然落地无声 这也是为什么 先前他们并没有发现 他的原因 昂 激昂的龙银声 从唐武林口中迸发而出 腾身而起的同时 他瞬间释放出了 自己的血脉气息 黄金龙体 浓郁的气血波动 瞬间爆发 在他刻意 泥韵气血的情况下 一身黄金龙血脉 波动冲天而起 双掌脱天 巨大的金龙头浮现而出 正是金龙惊天 只不过唐武林 此时所施展出的金龙惊天 并不是针对 那霸王龙怪兽的 而是对住空中 从对方的体型 和谷月的描述 唐武林就能感受到 自己根本就 不可能打得过这家伙 完全不是一层次的存在 那么 就只能平级下户才行了 吓住对手 才有跑的机会 金龙惊天 无疑能够把他的血脉气息 最大程度释放出来 成不成就在此一举了 果然 当唐武林 腾身而出的时候 霸王龙 已经来到了他们附近 似乎是没有见过 人类这种生物 他并没有急于进攻 而是有些好奇地凑过来 从唐武林 和谷月身上 散发出的魂力波动 根本就不足以对他 构成任何威胁 所以 他根本就没有急于攻击 好 在唐武林激昂的龙吟声中 霸王龙仰天怒吼 巨大的声波 甚至令天空都有肿色变的感觉 唐武林只觉得体内气血 一阵奔涌 但紧接住 一种强盛的意志 就从自己的金龙王封印深处 释放了出来 啊 唐武林推出的金龙 惊天黄金龙头 居然自行发出一声咆哮 和唐武林口中发出的相比 这一声龙吟 充满了高高在上的强大压迫力 更有着一种威压天地的感觉 声音分明没有霸王龙发出的吼叫强烈 但那吼叫 却丝毫无法掩盖他的清悦 唐武林 只觉得体内彭腐有股力量绽放出来 居然虚拖住了他的身体 暂时悬浮在半空之中 然后 他就吃惊地看到 那高度超过60米的霸王龙 庞然大雾 居然朝着他的方向 扑扶了下来 低下了他庞大的头颅 在霸王龙巨大的头部正中 有一点金光亮起 唐武林愣了一下 无形之中 体内似乎有一个声音 在向他诉说着什么 他听不懂 但身体却不受控制地 朝住霸王龙巨大头颅方向 漂浮了过去 霸王龙头顶正中 那点金光变得越来越明亮了 唐武林此时已经看清 那分明是一块菱形菱片 霸王龙全身的菱片 都是不规则的 大多数都是椭圆形和半圆形 唯独额头正中 这块正在亮起 闪烁着夺目金光的菱片 是金色的 那是灿烂的金色 是菱形的金色 竟是和唐武林的菱片 一模一样的菱形 有棱有角 充满质感 这是 霸王龙扬起巨大的头颅 一双新红色的巨眼 看住他 唐武林心中有些紧张 他现在已经因因感觉到 自己能够悬浮起来 竟然不是因为自身的力量 而是来源于 面前这头霸王龙的魂力 这家伙真的好强大 至少是唐武林 目前所面对过的魂兽中 最强大的存在 我的血脉 究竟能够对他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唐武林心中有些打鼓 虽然他曾经贫瘠自身血脉之力 镇压过不少魂兽 但像霸王龙这种层次的 却是第一次面对 血脉威慑 固然对所有龙类魂兽 以及龙类武魂 都有效果 但那也要修为 局限在一定层次内 譬如 他的金龙王血脉 同样可以影响到 赤龙斗罗和赤龙斗罗 但两位封号斗罗 受到的影响 确实微乎其微 除非有一天 他的修为 提升到接近他们的程度 才有可能真正的 对他们产生影响 看住唐武林 一人一兽 就那么僵持住 唐武林现在心中 已经在考虑 如果自己被霸王龙撕碎 承受的痛苦 会对自己的精神力造成怎样的冲击 尽管他现在的精神力 已经提升到领海近层次 但这却绝对不会降低 他所承受的痛苦 甚至还会有所增强 也说不定 人为刀阻 我为鱼肉 这就是唐武林 此时辛勤的真实写照 他只能是全力催动血脉之力 保持着金龙惊天 一滴冷汗 却随之滑落 霸王龙的嘴缓缓张开 因为距离近 唐武林能够清楚地看到 他那每一根巨大的牙齿 恐怕都有数米长 需要两人合围 才能抱得过来吧 森白的牙齿上 带着血红色和肉渣 伴随着他的大嘴 越长越大 唐武林甚至觉得他一口下去 足以把一座小山丘吞噬进去 第556章消失的霸王龙 不行了 压力太大了 唐武林已经想要去按脱离按钮了 至少还有这个机会 可就在这时 他却悍然发现 自己的身体突然不能动了 从霸王龙身上 传来一股奇异的能量 和他匿运的气血 产生了诡异的沟通 在这种沟通中 唐武林就像是中了定身术一般 悬浮在空中 无法动态分毫 也就是说 他已经无法主动脱离声灵台了 怎么会这样 甚至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他只能张口结舌地看住 那在自己面前 越长越大的龙口 如果真的要被他弄死的话 那把我吞进去得了 唐武林真是有些不敢想象 如此巨大的牙齿 要是咀嚼自己一下 那将会是怎样的感受 就在这时 霸王龙动了 他那巨大的头颅 猛然向前一探 张住大嘴 完了 唐武林脑海中一片空白 紧接住 他就感觉到一股大力传来 自己也在瞬间 失去了呼吸的能力 刷 唐武林身体腾空而起 全身黏黏腻腻的 说不出的难受 但诡异的是 呼吸恢复了 而且 还没有痛苦传来 身体重新恢复了控制能力 他赶忙调动魂力 提起轻身 减少自己下坠的力量 下降的过程中 他分明看到 霸王龙的嘴正在闭合 还有一条粗大的舌头 刚刚收回他那大口之中 此时的唐武林 全身是凌凌的 这 他不是要咬我 而是舔了我 刹那间 唐武林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也有种死里逃生的放松 霸王龙巨大的头颅向前一探 刚好将从天而降的唐武林 接了下来 唐武林落下的地方 恰好是那块菱形的金色菱片处 双手支撑 保持身体的稳定 就在唐武林双手 按在那金色菱片上的刹那间 霸王龙突然猛地抬起头 释放出一声震耳欲龙 震撼着整片森林的龙音 唐武林突然听懂了他的情绪 他在欢呼 他在雀跃 他在兴奋 金色 莫名地出现在唐武林身上 黄金龙体释放着柔和的金色光韵 然后 金色也在向霸王龙全身蔓延 从他额头上那块金色鳞片 向下蔓延 唐武林体内的血脉波动 变得越发剧烈了 尚未开启的十四道封印 也在轻微地颤抖住 一种难以形容的桀骜 从血脉深处传来 从他身上释放出去 似乎是感受到了这份气息 那么强大的霸王龙 竟然缓缓下蹲 然后匍匐在地 唐武林下意识地站起身 然后从霸王龙头顶上跳了下去 脚踏实地 在回身看向霸王龙的时候 这庞然大物 全身已经被金色渲染 紧接住 一件令唐武林震惊莫名的事情发生了 霸王龙巨大的双眼缓缓闭合 在闭合的一瞬间 唐武林分明看到他眼神中 充满了解脱的味道 紧接住 他那庞大的身躯 开始变得透明 一道金色温雾从他额头上的金色菱形灵片上飘荡而出 朝着唐武林的方向飞了过来 金色弥漫 覆盖唐武林全身 唐武林只觉得一股奇异的气息似乎在向自己体内渗入 他无法阻止 而那气息也变得越来越强盛起来 一时间 他整个人都在金色烟云包围之中 他的身体 却如海纳百川一般 吸收着这些金色烟云 古月早已经从旁边的树木中走了出来 就站在不远处看出这神奇的一幕 他有些呆滞地看住眼前发生的一切 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我怎么忘了 霸王龙之所以能够成为地龙之王 那是因为 他身上流淌着的 是金龙王的血脉啊 并不纯净 但却单一金色烟云 足足持续了十几分钟 才渐渐收歇 当唐武林能够重新看清楚外界的景物时 却吃惊地发现 那么庞大的霸王龙不见了 如果不是地面上 还有助他巨大的后置留下的痕迹 庞扶 他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似的 唐武林觉得自己身体里多了些什么 但他说不清楚 凝神内视 也丝毫感觉不到 剩余的十四道金龙王封印依旧稳固 魂力也没有什么变化 气血依旧旺盛 却并未增强 下意识地释放魂环 也同样没有任何质变 可是 那些融入自己体内的金色气流 去了什么地方呢 那究竟是什么 虽然这是在生灵胎之中 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的 自己的魂灵 魂环都没有增强 一切就都像是没发生过 可唐武林却完全可以肯定 自己身上肯定是多了些什么 多了些自己并不清楚的东西 至少霸王龙带来的危机消失了 长出口气 唐武林那种想要释放的感觉 都因为刚才这一阵惊吓消散了许多 他又一次认识到 自己的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还太过渺小 至少和真正的强者相比 相差的实在是太远了 不过 刚才就算是吴老师 遇到这霸王龙的话 恐怕也要逃命吧 这家伙真的是太强大了 唐武林扭头看向远处的谷月 谷月也正在看住他 他赶忙跑到他身边 你都看到了吗 那霸王龙怎么消失了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自己一点变化都感觉不到 唐武林疑惑的问道 谷月摇摇头 若有所思的道 我只是觉得 他是心甘情愿和你融合在一起的 就像传灵塔最初创建时 魂灵和魂狮彼此达成的契约 那时候 完全要双方自愿才能完成 而现在 却已经是我们单方面就可以做到的了 唐武林笑道 总不可能 他变成我的魂灵吧 我还没到四十集呢 谷月笑笑 那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们总算是避免了 成为他的食物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唐武林 一屁股就坐在地上 当然需要了 你不知道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他真是太可怕了 单纯他的吼叫声 我们都承受不住 更别说正面碰撞了 让我先缓缓 而且我估计 刚才他那一连串怒吼 这周围 也不会有什么不开眼的魂兽 感凑过来了 说起来 你们传灵塔的管理 有问题啊 这才是终极声灵台 怎么救 唐武林才刚说到这里 突然间 天旋地转的感觉传来 周围整个空间 庞扶都变得扭曲了 谷月也是一样 两人才刚流露出震惊之色 下一瞬 眼前一黑 暂时失去了知觉 这个过程似乎很短暂 当他们重新睁开双眼的时候 赫然发现 他们已经在传灵塔 进入生灵台的地方了 舱盖开启 谷月正从里面爬出来 被传送回来了 唐武林翻身坐起 然后就吓了一跳 因为在这里 已经站满了人 为首一位 正是古月的老师 有天风斗罗封号的 传灵塔富塔主 冷瑶珠 唐武林坐起时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都凝聚在他身上 冷瑶珠 目光灼灼地看住他 别紧张 只是生灵台出了一些意外 我们需要进行一下调查 来吧 你们两个都跟我来 第557章 不屈魂灵 换了是别人 或许唐武林 还会紧张几分 但眼看是谷月的老师 他自然也就释然了 这不是对冷瑶珠的信任 而是对谷月的 他绝不相信 谷月会不帮自己 其他工作人员 都在生灵台中忙碌住 冷瑶珠 带着唐武林和谷月 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你们的情况 刚才我都已经看到了 霸王龙出现在 终极生灵台 是传灵塔的失误 他本来是终极生灵台 通往高级生灵台之间的守护者 而且是最强的一位守护者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不小心让他跑到了外围 到了他这种层次的魂兽 实际上 传灵塔对他的控制 也是有限的 但是 你把他吸收走了 说到这里 冷瑶珠 看出唐武林的表情 就明显变得怪异起来了 霸王龙出现在终极生灵台 大杀四方 这虽然算是传灵塔的失误 但最多 也就是在事后补偿 遇到霸王龙的魂师就行了 他之所以出现在生灵台 入口那边 是因为眼前这个小家伙 居然莫名其妙的 把霸王龙给吸收走了 这神奇的状况 瞬间就震惊了 整个传灵塔总部 冷瑶珠在得知 古月也在其中之后 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 然后就又一次 见到了唐武林 他到的时候 刚好是看到唐武林 最后吸收霸王龙的情况 霸王龙变成烟云 完全被他吸收入体了 免下 如果我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您信不信 唐武林一脸苦笑地说道 我信 说说你当时的感受吧 天凤斗罗并没有对 唐武林的话表示怀疑 眼前 这毕竟才是一个 十几岁的孩子 而且身世清明 早在唐武林上次 在魂灵台 帮同伴获取魂灵的时候 冷瑶珠就已经调查过这个和自己学生关系密切的小家伙了 唐武林道 我的血脉之中似乎有龙类的气息 但却并没有真正觉醒武魂 或者说是一种另类的觉醒 血脉的力量会催动我这个能力 对于绝大部分龙类魂兽 都能产生一定的压制效果 所以 在面对 那霸王龙的时候 我们打 是肯定打不过的 但既然进入生灵台了 总要试一试 然后我就 他没有任何隐瞒 把自己当时的感受 以及吸收之后 身体没有任何变化的过程 全都说了一遍 冷瑶珠 目光深邃地看住他 武林 不好意思 这次是我们生灵台的失误 但是 这次的事情 比较特殊 你恐怕要接受一系列的身体检查才行 还没等唐武林回答 旁边的谷月 却已经皱眉道 老师 为什么 我们这次在生灵台的历练 被打断了 你也说了 这次是咱们传灵塔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武林还要接受检查 冷瑶珠瞥了他一眼 如果只是单纯的这种情况 当然好说 我们还会做出一些赔偿 但是 你应该明白 生灵台内的魂兽 从某种意义上 都是真正存在的 此言一出 唐武林顿时吓了一跳 他隐约感觉到 自己似乎是知道了神秘心 冷瑶珠看住他瞪大了眼睛的样子 微笑道 别害怕 只是一些例行检查 其实 关于生灵台的情况 很多高阶魂师都是清楚的 告诉你 也没什么 生灵台内 你们所见到的魂兽 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通过仪器 让你们的精神意识 带着自己的身体烙印 进入其中 你们在里面击杀魂兽后 魂兽的能量 就会依附在你们的精神力 和身体烙印之上 再通过仪器被带出来 而你们所见到的所有魂兽 实际上都是传灵塔创造出来 或者复制出来的魂灵 传灵塔最大的收入来源 就是创造魂灵 但在这个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残刺品 这些残刺品不适合魂师直接吸收 但经过培养之后 再通过一些特殊手段 将它们送入生灵台 它们就会局限化 出现在你们面前了 将它们击杀后 它们自身所拥有的魂兽特性 魂力特性 会转化为纯粹的能量 被你们的魂环吸收 这就是生灵台的由来 但是 在生灵台之中 并不是所有魂兽都是残刺品 为了完善生灵台 尤其是中级和高级生灵台 我们也在其中 加入了一些完整的人造魂灵 还有一些真正的魂灵在其中 从而让整个生灵台体系 变得更加完善 唐武林这才恍然 原来生灵台竟是由此而来 同时 心中也不禁对传灵塔大为佩服 天凤斗罗说的轻巧 但这其中 涉及到的技术问题 何等之多 是传灵塔几千上万年来的 智慧结晶 才最终会有生灵台的出现 豆凯 人造魂灵和生灵台 都被欲为化时代的产物 它们都极大程度地提高了 人类魂师的整体实力 这也是为什么魂兽在魂师面前 濒临灭绝的重要原因 传灵塔在这其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今天听了冷尤珠一席话 唐武林 才算是对传灵塔更加了解了 勉下 那我们刚才遇到的霸王龙是 冷尤珠 眼含深意地看住他 道 那是真正的魂灵 也被我们称之为 不屈魂灵 不屈魂灵 唐武林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称谓 冷尤珠点了点头 道 传灵塔在历代都保存了大量的魂灵 一般来说 魂兽死去之后 魂灵就会逐渐消散 为了能够保住这些魂灵 传灵塔用了很多特殊的技术 保存好它们 同时也便于在未来给它们找到最合适的魂师 就像现在我们在研究的魂灵回收系统 一旦成功 那么 未来魂师如果是正常死亡的情况下 只需要在死亡后三天内被送到传灵塔 它以前所拥有过的魂灵 就能被提取出来进行保存 这样就极大程度地节省了资源 当然 这项研究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善 同时需要魂师家人的配合 毕竟被提取了魂灵之后 魂师的身体将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唐武林瞪大了眼镜 传灵塔的科技竟然已经达到了如此程度吗 冷瑶珠继续道 在我们保存的这些魂灵之中 并不是所有魂灵都能够被魂师吸收 从上古时期是如此 现在也是如此 这些不能被吸收的魂灵 绝大部分是因为自己的骄傲 或者是桀骜 这些魂灵就被我们称之为不屈魂灵 一旦魂师想要强行吸收它们 一定会出现危及生命的情况 对于这类魂灵 我们都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和记录 以确保魂师们不会遇到 但是不屈魂灵一般都很强大 单纯的储存对于传灵塔来说 是巨大的消耗 有了生灵台之后 我们就想办法把它们送入生灵台之中 一个是完善生灵台 另一个也是让它们有了去处 节约成本霸王龙就是不屈魂灵 唐武林问道 冷瑶珠汉首道 是的 而且还是其中的佼佼者 是其中最桀骜的存在之一 这方面 能和它媲美的 还真没有几个 霸王龙的性格疯狂而霸道 曾经有人类魂师 在达到九十级的时候 想要吸收它作为最终魂灵 但却硬是被它强行冲破阻隔 导致那位魂师惨死 它那不屈的意志 从来都没有人征服过 而在传灵塔的魂灵储存中 霸王龙这种上古时期 就已经濒临灭绝的魂兽 魂灵也就只有这么一个 还是颠顶层次的存在 它也是非常不老实的 经常会吞噬圣灵台内的其他魂兽 我们曾经考虑过要将它抹杀 但考虑到它本身的历史太过久远 同时又实在是稀少 也就由得塌了 今天却被你吸收走了 这实在是令我们很好奇 所以我们需要在你身上留下一份数据 包括未来对你的一些观察 虽然不屈魂灵无法被吸收 但这头霸王龙身上 传灵塔花费的资源和金钱 统计下来绝对是天文数字 就这么消失 我们总要给传灵塔议会一个交代 你放心 不会对你怎样的 都是常规检查 而且检查结果 我们也会给你一份 我已经让人通知你们史莱克学院了 稍后你们学院那边会有人来 亲自监督对你的检查 第558章情敌 闹得这么大 连学院方面都被通知了 不过 听了冷瑶珠的话 唐武林也算是心安下来 传灵塔做事还是非常靠谱的 有学院的人在 自己自然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好的免下 我一定配合他笑咪咪的说道 霸王龙让冷瑶珠这么一形容 似乎就更加强大了 可惜的是 他那么强大 整体似乎也都融入到了自己身体之中 可为什么自己身体却没有半点反应呢 冷瑶珠让他们先做 对唐武林的检查 要等史莱克学院来人之后才能开始 换了是别的魂师 恐怕早就直接被拉去检查了 但唐武林不一样 他不只是古月的伙伴 同时也是史莱克学院学员 冷瑶珠身在传灵塔 都听说了一些有关于唐武林的情况 毫无疑问 史莱克学院对他是非常重视的 贸然对他进行详细身体检查 很容易和史莱克学院产生矛盾 所以他们才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学院方面 免下史莱克学院那边的人来了时间不长 一名中年女子来到冷瑶珠房间 低声说道 来的是谁 冷瑶珠淡淡地问道 中年女子略微迟疑了一下 才低声说道 是圣灵斗罗免下听到这个名字 冷瑶珠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 随后站起身 轻很快 唐武林就见到了圣灵斗罗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打扮了 今天的圣灵斗罗更显轻雅 一身洁白的长裙 千尘不染 整个人都有种缥缈的美感 白皙的肌肤 水嫩的庞扶一捏就破 哪里像是成名多年的封号斗罗 就算说他今年不过双十年华 也绝不会有人不信 天凤免下 圣灵斗罗向天凤斗罗微微焊手 雅丽姐 什么时候这么见外了 冷瑶珠笑咪咪的迎上去 给了他一个轻轻的拥抱 圣灵斗罗微微一笑 这不是公事公办吗 好久没见你了 甚是想念 怎么 武林这孩子给你们惹麻烦了 天凤斗罗微微一笑 确实是有点小麻烦 所以我们才第一时间通知了你们 不过不是他的问题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他简单的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雅丽没有询问唐武林 以他对天凤斗罗的了解 和天凤斗罗代表的传灵塔 都不可能对他说谎 那就配合你们检查一下吧 我全程在场就可以了 圣灵斗罗微笑著说道 当然 圣灵斗罗 这才来到唐武林身边 不用担心 我会全程陪助你 检查之后 咱们就回去 他始终面带微笑 话语平缓 但其中隐含的那份自信 与骄傲却是谁都听得出来的 唐武林觉得 今天的圣灵斗罗 似乎和以往有些不同 以往的他 总是那么随和 温柔如水 但今天的他 却似乎多了几分丰锐 唐武林被带到了一个 满是仪器的巨大房间之中 然后就是一系列的检查开始了 这里的仪器 绝大部分唐武林都不认识 各种扫描 测量 不断进行 他只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具木偶一般 不断地被各种摆弄 索性 没有什么太多的痛苦 抽血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问题 唐武林的肌肤 太过坚韧 普通的抽血针 根本就刺不进去 最后 还是唐武林 用自己的金龙爪 划破了一点肌肤 这才抽血成功 谷月 一直都跟在他身边 当他看到唐武林 抽血的时候 明显皱起了眉头 整整折腾了两个小时 各项检查才算是完成了 平时修炼一整天 都不会觉得疲惫的唐武林 此时真是有点熨头转向 结果谷月滴来的水 喝了几大口 坐在那里 这才缓过进来 总算是完事了 唐武林 长出口气 谷月滴声道 对不起啊 对不起什么 唐武林 疑惑地问道 谷月滴住头道 我不该跟你耍小杏子的 不然的话 你也不会想着来生灵台 其实 我今天看到你和纳尔了 唐武林愣了愣 怎么能怪你 我本来就想来的 只能说 我们运气比较差罢了 纳尔 纳尔怎么了 他 没事 谷月突然迅速地打断了他的话 这时 两位封号斗罗 已经走了过来 武林 我们回去吧 雅力主动拉起唐武林的手 天风斗罗面带微笑住道 雅力姐 好久不见 不如让我请你吃顿饭吧 检查结果再有两个小时 也就全都出来了 你看 雅力微笑摇头 不用了 我回去还有点事 他还等着我呢 我们走吧 一边说着 他拉着唐武林就向外走去 站在门口处的中年女子 看向脸色明显阴沉下来的 天风斗罗 递出一个询问的眼神 天风斗罗轻轻地摇了下头 圣灵斗罗就那么带着唐武林走了 没有任何一位传灵塔的工作人员阻拦 哼 愣摇猪猛的一巴掌 拍在面前的桌子上 脸色分明有些铁青 谷月吓了一跳 他还从未见过老师生这么大的气 老师 您怎么了 他关切地问道 冷摇猪恨恨地道 他就是来跟我示威的 哼 有什么了不起的 装什么圣洁 哼 谷月有点发猛 这都什么情况 出了传灵塔 圣灵斗罗大手一挥 一团白色光运卷住自身和唐武林 周围的景物顿时变得模糊起来 感觉不到在飞行 甚至看不到外面的一切 就像是身处于一个舒适的独立空间之中 是不是有些好奇 我的态度 圣灵斗罗看着唐武林有些呆呆的样子 忍不住微笑着问道 唐武林老实地点了点头 今天的圣灵斗罗确实是变得与众不同啊 圣灵斗罗道 本来今天不需要我来的 但我一听是冷瑶珠就过来了 总不能让他欺负了你 告诉你个笑咪咪 他算是我的情敌吧 武林啊 你很有修炼天赋 未来也一定能成大器 但在感情方面可要注意 正因为你的优秀 随着年龄增长 你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女孩子 但不要烂情 专一才是好男人应该有的 千万不要像某些人那样 海神格 某些人突然打了个喷嚏 鼻子有些发痒 什么情况 自己早已经寒暑不清 为什么会这样 谁在念叨我不成 传灵塔 检查结果出来了会议室内 冷瑶珠坐在主位 下面都是传灵塔总部各个部门的主管 其中也包括终极生灵台方面的管理者 嗯 给大家说说冷瑶珠 向工作人员说道 工作人员立刻打开投影器 唐武林的身影随之被投在了白墙上 鼓越就站在冷瑶珠身后 看住投影中的唐武林图像 不禁有些怪异的感觉 他还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看住唐武林呢 这时候的他 显得有些无助事的 莫名的 他心中有些抽痛 第559章分析报告 唐武林 男 14岁 史莱克学院外院 一年级一班学员 班长 这一届的一年级 被誉为史莱克学院的最强新生班 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 能够在这样的班级担任班长 他的能力确实是出类拔萃的 今天 他前来生灵台 接下来是对整个生灵台内发生情况的讲述 我们对他的身体 进行了详细检查和分析 得到了很多令人吃惊的结果 首先 在他的身体里 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霸王龙的蛛丝马迹 也就是说 明明看到霸王龙是被他的身体吸收走了 但却并没有存在的迹象 就像是凭空消失了此言一出 会议室内顿时响起了一片议论声 一名老者沉声道 这不可常理 霸王龙是不屈魂灵 本身具备的能量极为庞大 虽然只是魂灵 但就算是一般的十万年魂兽魂灵 都未必比得上他的强势 这样的魂灵所能产生的能量 按照正常情况来判断 绝不是一个只有三十几级魂力的少年 能够承受住的 现在却消失的洪飞鸣鸣 这太不合理了 是不合理 但却是事实 天老 我们进行了所有细致的检查 真是没有任何发现 那孩子没说谎 霸王龙在他身上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冷摇珠摆了摆手 道 继续说其他分析 是唐武林身上 虽然没有霸王龙存在 但我们却发现了很多 特异的地方 首先 他的五魂是蓝蝇草 一种本来不应该有成长机会的五魂 而他的血脉之中 蕴含着一种特殊的力量 我们分析了他的血液 他的血液虽然是正常人类血液 符合人类的一切特征 但其中蕴含的能量之庞大 却远远超过了人类 混血吗 先前的老者又一次问道 工作人员却摇摇头 不是混血 就是纯粹的人类 可是 在他的血液中蕴含的庞大能量 也非常清晰 简单来说 他的血液里面 有一些特殊的能量和血红细胞 混合在一起 我们无法将能量分离出来 但这很像是 五魂和血脉结合产生的能量 但正常情况下 血液一旦离开人体 五魂赋予的能量 就会在空气中消散 但他的却没有 反而和血液结合的非常紧密 这就只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这种融合 在他体内的血脉非常强大 同时 我们又详细检查了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强度 怎么说呢 用量化来说的话 已经超过普通的六环魂帝了 而且还要是强弓系绽魂式的六环魂帝 无论是骨骼 经络 内脏 全都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 会议室内变得有些安静 半晌之后 一名中年人道 好家伙 真不愧是史莱克学院培养出的小怪物 果然是够怪啊 工作人员苦笑道 更奇怪的还在后面 他的精神力经过我们检测 大约在650到700之间 在他这个年龄 绝对是出类拔萃的存在 灵海近层次 但是 当我们想要深层次检查他的精神力状态时 我们得一气失灵了 无法探查到他的大脑深处 一气失灵 这次 眼冷摇珠都吃惊了 是的 考虑到他史莱克学院学员的身份 没有对他使用更大强度的仪器 否则 很可能会伤害到他的大脑 但正常来说 就算是比他再高一个大层次精神力的浑尸 我们的普通仪器也可以完成全部检查 接下来是数据分析 他的血红细胞含量 一系列的数据很快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基本上 唐武林身上的数据就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尤其是肌肉密度 骨密度这些 都不知道要超过正常人多少倍 根据我们的判断 他的力量一定大的惊人 怎么说呢 我们对他的综合评价是 人形凶兽 这小家伙如果一直能够这么成长下去的话 当他成年之后 单是身体的强度 就将是非常惊人的存在 除了魂力不算特别触条之外 其他方面都远超正常魂尸范畴 冷摇珠 眉头皱起 听起来 唐武林身上的检查数据都不正常 远超常人 但这实际上才是正常情况 因为 它来自于史莱克学院 史莱克学院什么时候有正常人存在了 而他们想要检测到的霸王龙魂灵 却是没有一丁点的下落 真的就像是凭空消失了 这种情况这么多年来在传灵塔都是第一次出现 霸王龙魂灵固然价值极为高昂 但以传灵塔的底蕴还承受得住 但问题是这种现象的出现 会不会和生灵台自身有关 生灵台作为传灵塔的核心存在 一旦出现问题 那可就是能够动摇传灵塔根本的了 灵塔主 请您示下 我们后续该如何处理 是不是要继续找那个唐武林 再来深入检查一下 不行 冷瑶珠还没开口 在他身后的谷月却突然说道 顿时 房间中数十道目光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谷月并没有因为这些目光而退缩 不行的 他马上就要代表史莱克学院 前往新罗大陆进行交流了 学院肯定不会再让他接受任何检查了 一名中年人看看他 再看看冷瑶珠 那这件事 我们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对我们的损失 冷瑶珠摆了摆手 现在不是说损失的时候 终极生灵台这边暂时关闭 进行一个月的自查 以确保生灵台本身不出问题 所有数据保存下来 过一段时间 等到他代表史莱克学院交流归来之后 再对他进行一次检查 我会想办法说服史莱克学院的 谷月弟子在 你也会随同前往新罗大陆 这段时间 你多注意观察唐武林 他身上要是出现什么异象 记得回来及时向我反应 是老师谷月答应着 他知道自己刚才突然开口 不让唐武林再继续检查 是担心深入检查会伤害到他 而并没有什么其他理由 在那一刻 他根本就没有控制住自己 完全是脱口而出的 无疑 川灵塔在这件事情上 吃了个哑巴亏 但没办法 谁让唐武林 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呢 就算是 以川灵塔现在在大陆上 呼风唤雨的能力 也还不敢正面得罪史莱克学院 这就是今年威压 就算把唐武林弄来继续检查 如果什么都发现不了 也没办法 甚至没法让唐武林赔偿 原因很简单 他赔不起啊 如果他只是个普通魂师 和史莱克学院没关系 冷瑶珠一定会想办法 让他加入传灵塔 只要成为传灵塔的一份子 无论吸收霸王龙魂灵 对他产生了什么好处 都是和传灵塔息息相关的 回到学院 唐武林第一件事 就是去了自己的专属修炼地 冥想 感受自身变化 可惜的是 他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所感受到的就只有 没变化 真的没有半点变化 霸王龙气息 叮点皆无 就像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似的 第五百六十章一年后见 这注释是让唐武林很是无奈 那么一个大家伙 说没就没了 而且还是什么不屈魂灵 这要说不奇怪都没人相信吧 不知道传灵塔那边会有什么反应 反正他自己这里是没办法了 早晨修炼了紫棘魔通之后 唐武林在食堂见到了谷月 询问了传灵塔那边的情况 谷月告诉他 传灵塔那边没事 让他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唐武林总是觉得怪怪的 传灵塔没那么好说话吧 毕竟 那可是霸王龙啊 但既然谷月说没事 那应该也就没事了 这和学院有关 果然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圣灵斗罗亲自前往 实际上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 上课五长空走到讲台后面 宣布今天课程的开始 齐立唐武林习惯性的教导 起身 行礼 课程开始 上课之前 我先宣布一件事 唐武林 古月 谢谢 徐晓妍 徐立志 叶兴兰 你们六人 今天是最后一天上课 明天给你们一天休整时间 后天出发 参加前往新罗大陆的交流活动 我将带队 所以 今天的课 也是未来一年内 我的最后一堂课了 唐武林 和古月的班级职务 由武思朵 骆贵心 暂代 武思朵为班长 骆贵心副班长 帝曾阳念夏为副班长 及段造委员 虽然很多人早就知道 唐武林他们要走了 但听了 武长空的宣布 才真正意识到 时间终于到了 唐武林 他们要代表学院出去一年 有羡慕的 但只是 极少数人而已 因为所有人都不认为 有什么地方 比史莱克学院 更适合修炼的 一年交流活动 固然会提升很多阅历 和见闻 但纯粹对修炼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 夏克林想起 武思多走到唐武林面前 一年后回来 别让我超过了 唐武林微微一笑 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杨念夏走到他身边 大手一伸 搭在他的肩膀上 班长 锻造就交给我了 你放心 我会带领好大家的 唐武林咳嗽一声 苦笑道 平时也是你带领大家的 本来这个锻造委员 就应该是你的 他自己确实是 没怎么经过锻造委员的职责 平时都是自己 独自练习锻造 但在班里 却没有任何人有怨言 因为唐武林经常会免费 或者是只收很少费用 为大家锻造 他锻造出来的东西 那品质 绝对杠杠的 近两年的时间 唐武林 在一年级一般的威望 早已经无可替代 洛贵星的眼神有些迷惘 男男的道 其实我很想去外面走走的 我的梦想 就是能做一位旅行家 尽可能到这个世界 所有的地方去看一看 没想到你们快了我一步 等我毕业了 一定会去 循运城冷冷的道 毕业 你还早住呢 是啊 他们都是很有机会 进入史莱克学院内院的 虽然没有有零金属一字豆凯 但他们现在的一字豆凯 都已经制作了超过三分之一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二年级的时候 他们一定都能够成为 一字豆凯师 甚至是都能达到五十级以上 成为魂王级强者 这就是必然能进入内院的了 而内院想要毕业 需要成为二字豆凯师才行 成为二字豆凯师之前 都不允许离开学院 那个过程的长短 就要看天赋了 嗨嗨 二字豆凯师好像有点难 洛贵星 一脸无奈的道 看来我的梦想还要退后了 唐武林笑道 好了 不要伤春悲秋的 我回头带点纪念品回来给大家 真的 问出这两个字的竟是五四朵 真的 唐武林郑重地说道 谢谢在一旁悠悠说道 不用抱太大希望 一班长的抠门 不会是什么好东西的 唐武林 沃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不说实话 你会死吗 纪念品 什么是纪念品 有意义就行了 价值高低 有什么关系 众人不由的都笑了起来 是啊 他还是那个抠门的唐武林 聊着天 唐武林几人 却都没有离开教室 他们嘴上 谁都不说 但是 谁都有些舍不得这里 尽管来到这里之后 就在不停地忙碌 不停地学习和修炼 但也正是 来到这里之后 他们才渐渐变得强大 才懂了更多东西 这里是史莱克学院 全大陆 甚至是整个斗罗星 最顶级的学院 这里 是能让每一名学员 都为之骄傲的史莱克啊 就要离开 而且还是一年之久 他们怎会 没有不舍的心情 一年之后 再回来时 他们就要升入二年级了 好了 回去吧 回去收拾一下 唐武林终于站起身 看看班里一百多张桌椅 大步走出教室 再回来的时候 自己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 新罗大陆 我们来了 天空碧蓝如洗 阳光明媚的 有些热辣 这种天气 却总是会给人 心情舒畅的感觉 至少毫不压抑 唐武林和他的伙伴们 来到了一座 他熟悉的城市 天海城 窦罗大陆 东海最大的城市 当年 唐武林 古月他们第一次见到 徐立志和叶兴兰 就是在这里 史莱克学院一行识人 领队 迎约窦罗蔡悦儿 带队老师 天兵舞长空 学员 唐武林 古月 袁燕叶辉 乐正宇 谢谢 徐小言 徐立志 叶兴兰 八名工读生齐全 他们是来天海城 和新罗大陆代表团会合的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交流 新罗大陆代表团 将从这里乘船 返回新罗大陆 因为空域没有开放 是不能乘坐 是不能乘坐长途飞行工具离开的 而事实上 机甲也没法飞行这么远的距离 长途飞行工具 目前来看 只有斗罗大陆这边才有 联邦不可能冒着最新研制出来的 混岛飞机被盗取科技的危险 送新罗大陆代表团 因此 乘船离开就是唯一的方案 吃 可劲吃 今天我请客 唐武林十分豪爽地招呼住伙伴们 叶兴来一边吃一边撇嘴 无他 这家小餐厅 正是当初唐武林没付钱 把他和徐励志扔在这里的那家 虽然确实是很好吃 但一想起当初的事 他就不由得不生气 那个家伙 哼 严考于征服了所有人的味蕾 众人都是大快朵頤 只有武长空吃的斯文 蔡老的饭量很小 只是吃了一点海鲜就停下来了 蔡老此时的眼神有些发呆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唐武林吃饭时候的样子 这小子 也太能 吃了吧 他在学院 一直都是这么吃饭的 蔡老 忍不住向身边的武 长空问道 武长空 嘴角抽搐了一下 点了点头 道 是的 封老答应管他伙食 所以他的饭费都是封老出的 蔡老玩儿道 难怪疯老头 一听说我们要出发了 脸上一副 如是重负的模样呢 原来是被这小子吃怕了吧 武长空脸上的冷意 似乎变得柔和了几分 扭头看向 在那里大快朵頤的唐武林 脑海中 不禁回忆起了曾经的画面 如果他还在 该多好 看住一群十四 五岁的少男 少女们 一边吃喝 一边说笑 青春真好啊 圆恩 你多吃点 谢谢 把一盘子鹰嘴虾 递到原夜夜灰面前 这鹰嘴虾的味道 确实非常好 可坚硬 但里面的虾肉 却非常鲜美 再加上卤汁的咸味儿 简直是绝了 唐武林和徐力汁那种饭量 对这种不过手指长的小虾 是有些嫌弃的 但却注实是很鲜美 原夜灰看了谢谢一眼 接过盘子 放在面前默默地吃住 谢谢眼神一喜 他隐约觉得 现在原夜灰 似乎没有那么排斥自己了 这真是个好的开端啊 这次前往新罗大陆 也可以算得上是公费旅游了 说不定就能极大的拉近关系 大家渐渐都吃不动了 虽然他们饭量都不小 但和唐武林 徐力汁这一对比起来 还是差得太远